看到停车隔离 蓝色轿车准备开走 先生听太太的 别并排 太危险 倒车等着吧 没想到半路杀出了程咬金 不好意思 我在等 你去跟他讲 了解 不好意思 怕车位被抢 太太催先生再不动作就完了 我觉得他还是硬挺 你就抬过去 你就抬过去 快点抬过去 你就抬过去 你慢慢地说 对方手脚太快 开上前 抢不回位置 这下也要讨回面子 我这边等了五分钟 因为我说你就在后面 在这边等 我们在后面这里耶 你刚刚有在这边等吗 我们在这边等 我们在这边等 你刚刚就停在那个位置 在等他了 你就过来问 然后就给人家平静 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双方抢的就是台中双十路 跟玉彩北路口的路边停车阁 因为临近一中商圈 平常一味难求 双十路的路幅本来就不宽 如果临停在路边并排等车位 这样非常危险的 因此驾驶往后退去整车位 只是没想到 顾了安全却丢了车位 等车位 通常大家习惯退在后方并排 卡位更随时准备补位 但等半天还被抢 对方硬不开走 很难顾得了空度 这一定会有冲突的 我手法可是 却被不手法的人抢走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怎么等 建议您先询问对方车主 是否马上驶离 然后闪双黄灯退到后方等 但毕竟是并排 尽量往内靠别害了别人 并排的时间也别太久 因为万一害人出车祸 照则还是你要付 如果因此造成交通事故的话 还是会以违规停车来就着 闪黄灯宣示自己排第一顺位 但不能熄火 不能离开驾驶座 否则不管并停压红线 停斑马线 警方还是会拔 卡位不得已 但不害人害己 安全还是得摆第一 记者蔡小刚李孟章台中报道